然後這一款的話就是它為這次台北店所設計的T恤 它後面的這個台配的意思就是台北翻轉的意思 這叫Ryan包 然後這三個顏色是他們這家台北店的限量色 這個顏色也是叫Sister系列 不管是包包啦拼地或高跟的鞋子 就喜歡one tone的人可以選擇這樣的單品跟服裝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寧 防疫期間逛街大家還是要注重安全 今天很開心的來到了微風廣場Alexander Wynn的全新概念店 那裡面呢其實有很多很棒的單品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介紹給大家了 大家如果有在關注這個品牌 應該知道對於這種剪裁這種抓咒的設計都是他們經典 然後這顏色的話是他們的新款 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這件 就是抓咒 但它其實很像一件很大件的T恤 來做一些改良的設計 有些女生可能很怕穿很合身的衣服 選這樣的設計 你看起來會比你原本更瘦 所以這件我覺得也很棒 來他們家選擇one piece之外 我也很推薦像這種下半身的單品 就是你上面穿是很素T 白的或黑的 下半身你就可以選像這種穿的繃帶 會看起來腰身比較細 這有長的跟短的 有一些女生就是身材比較好 像類似像這種 你穿在裡面然後外面再搭一件寬的西裝外套就還蠻美的 就大家如果愛Alexander Wynn都知道 就是他去各大場合都是穿T恤 然後這款的話就是他為這次台北店所設計的T恤 除了這邊有他指標性的Logo之外 後面還有一個台北 而且是倒著的 他後面的這個台北的意思就是台北翻轉的意思 這一次如果想要來復興店逛的話 一定要買這件指標性的T恤 喜歡中心一點穿搭的 可以像我一樣穿褲子 外面再套一件裙子或是連身裙 比較中性可是又帶點女性的特質 水鑽的部分也是他們的代表 稍微有點奢華感覺的元素的飾品 我覺得眼罩非常可愛 他其實是可以當一個飾品 他就是可以像髮帶一樣這樣子 像這種比較有趣一點的外輪廓 感覺你整體就比較會有搭配性 變形蟲的設計大家應該是很怪不怪 天啊他竟然是包包耶 他是有點亮片的那種設計 這個包包啊你看他只有小拉鍊 你把東西放好終於把拉鍊關起來 你東西就不會掉囉 今年他有出有他們指標性的Logo 皮衣近人的帆布鞋的設計 感覺你上半身穿的細節很多 可是你下半身也可以穿的很休閒 但又可以代表他們品牌的單品 Alexandre Wynne本來的服裝 就是偏比較休閒的感覺 可是有很多設計的細節 剛好也可以呼應現在的居家休閒的look 像這種綿的材質 可是其他設計的款式 都是比較實裝的感覺 我也很喜歡這個馬甲 胸部沒有很大的人 其實也可以駕馭像這種單品穿在裡面 不要覺得喜歡中性的人 就一定是穿男生的衣服 裡面一定也要有一些碩身的單品在裡面 才感覺比較有女人為 這個顏色也是他們這一季 我覺得很有趣叫Sister系列 很像三姊妹 然後就是那種很酷的那種個性 然後像這個就也是Sister系列的 不管是包包啦 拼地或高跟的鞋子 就喜歡one tone的人 可以選擇這樣的單品跟服裝 這個叫Ryan包 然後這三個顏色 是他們這家台北店的限量色 像這種螢光綠 大家都知道已經流行一陣子了 但其實也是很適合春夏 跟早秋都蠻適合的 其實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顏色 有點鮭魚粉帶灰的這種粉色調 這幾個限定色都是蠻值得購入的 熱愛全皮革的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這也是非常他們品牌的代表精神 你不想太顯眼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拿這種來做搭配 再來這個也是這一季 他們新款的包款 包包是這樣子打開 我覺得很可愛 每一個都是做小肩包 譬如說我今天穿像類似這樣的look 我應該會選擇像這種 比較中型的尺寸 可能去什麼party或什麼活動的話 我就會選擇這種很小的肩背的 你同時也可以看這種霧巾的 皮革的部分是啞光的 全身黑或全身白 又或者是穿比較粉嫩一點的色系 你可以就是選這樣的配色 像水鑽呢 它也是設計這種中型一點的腰包款式 又或者是這一季呢 它出了一個是水桶包 我覺得桶包很可愛耶 你可以拿這種好像比較塑形一點的款式 在你整體的感覺好像又再更時髦感一點 我剛剛也是逛了結帳也差不多了 店員就是送了我這個 我才知道原來滿一萬五就會得到這個Boba Bag 然後這個包就是數量有限 好啦 那我也要去下一個工作啦 那我們就到時候見囉 掰掰